他可能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掰掰囉 這次開箱影片呢 將會比較熱血一點喔 因為我們準備到外面去 來試試看市面上所講的 軍規軍規到底是什麼東西 講到軍規這兩個字呢 相信大家只要有在逛到一些 外街式的硬碟啊 應該就會發現 軍規這兩個字喔 常常就會出現在上面 軍規軍規軍規 到底什麼樣的東西符合軍規 正常一般來說啦 軍規只要符合到 應該是耐摔或防水防塵 就可以達到軍規這個效果啦 當然所有的產品喔 軍規兩個字所代表的意義 可能大不相同 不過呢 今天廠商大大寄過來的產品 算是還蠻厲害的兩個東西 首先他第一個產品呢 強調的是防水防塵又防摔 第二個產品呢 除了防水防塵防摔以外呢 更厲害的是有第四個防重壓 哇這個重壓喔 大家覺得多少的重量算是比較重呢 100公斤 1000公斤 不這顆硬碟直接一次抗壓3000公斤 我們現在呢 馬上回到昨天上山拍的影片片段吧 GOGO 為什麼要跑到山上來呢 因為要來測試一個東西 目前為止呢 自己是常常在拍影片嘛 那拍影片最常用到的東西 就是儲存設備 相信大家應該常常聽到軍規軍規這個名詞喔 其實一直很好奇 軍規的防水防塵 甚至防震這樣子的等級喔 這一次呢 終於由廠商大大願意來冒這個險 算了兩顆給羅卡來做測試 這兩顆呢 等一下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這兩顆硬碟呢 都是屬於軍規防震的硬碟喔 那除了防震以外啦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基本的三防 就是防水 防塵 防震 這三防喔 這顆HD710 Pro呢 它比較強調就是防水防塵的效果啦 等一下呢 做的實驗就是要把它給丟到水裡面去 試試看它到底在吸水中呢 可以有多防水 我們的資料呢 會不會就此不見 再來這一個呢 算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這顆HD830呢 它的耐重是到3000公斤喔 其實人呢加上我的車啦 大概重量才1000多而已吧 而且不超過1500 壓過去應該是不到半數 是非常OK的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一個殘酷的挑戰 好先給大家看一下這顆硬碟的外觀喔 如果沒有告好的話 可能就變成遺照了 事不宜遲 馬上讓這顆HD710 Pro去泡泡我們的冷泉 不是冷泉啦 泡泡我們的吸水 另外這顆呢 就要來經過我們的殘酷 耐壓大測試啦 GOGO 在他們下水跟受壓測試之前的 先來存一下檔案好了 現在先拍個封面罩 然後把封面罩呢 直接用筆電傳到這兩個硬碟裡面 等一下呢 一顆下去泡水 一顆呢 去售汽車的耐壓測試 測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那個封面的檔案會不會不見 這個HD710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它的外觀呢 是黃色的 其實好像有更多的顏色啦 上面呢 是有點像橡膠的感覺 有點止滑的功能喔 USB線呢 是把它整個夾在旁邊 如果再攜帶的話呢 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是直接可以收在上面 然後再來比較重要是這裡 有一個防水的蓋子 好不好 防水的蓋子要蓋緊喔 不然下水就GG了 另外一顆HD830呢 看起來很有金屬感 旁邊的塑膠呢 也是一種 應該比較類似橡膠的材質 它是有一點止滑功能 中間這個真的是金屬的感覺喔 質感還不錯 蠻好的 下面這裡有一些蜂巢狀的裝飾吧 這應該是算裝置 還有一個防水的蓋子 這個防水蓋子很重要 好不好 很重要要蓋緊喔 不然也是會GG 這個系列的隨身一點 其實都有做到防水防塵加防震 這一顆比較大的特色就是多一個 耐壓3000公斤 沒關係 等一下先用1000多公斤來壓壓看 好不好 另外它的線是在旁邊 也有附上一條USB的線喔 傳輸線 現在先把剛才的封面丟到裡面去 OK 然後這個是剛才拍的封面 另外一顆呢 一樣也把它給托進去 OK 然後現在這個檔案呢 一樣是封面圖好不好 所以現在這兩顆硬碟呢 都有封面圖在裡面了 我們等一下就來做一下殘酷測試吧 欸 我覺得還是一個人來一個 你覺得怎麼樣 你有什麼問題呢 等一下呢 由我們的劍福大大 把這一顆呢 丟下水裡面 羅卡自己本身呢 就把車子開過來壓這一顆硬碟好了 從來沒有把3C的東西丟到水裡面 也沒有把3C的東西拿來壓過 有沒有誰已經做過的 歡迎下方留言 好不好 現在事不宜遲 馬上出發 哈哈哈哈 太恐怖了 欸要小心要小心 有一點滑的感覺 好不好 喔 這真的是有點滑的感覺 哇 直接跑到中間去了 可惡 羅卡你有什麼話想對他說呢 一路保重 他可能見不到 明天的太陽了 封面照要拿來煌火 封面照 現在又要來跟他說 掰掰囉 欸他補起來了啦 可惡 這個時候對方開始掙扎 在玩水的小孩 他居然存不下去浮在水面 那現在只好把他卡在這個樹枝下面 這樣就不會浮起來了 揍死吧 哈哈哈哈 欸不行啊 封面照要啊 誰管他封面照啊 現在呢 我們先不管他了 先去執行下一個任務 下一個任務呢 就是要來開車 壓過另外這一顆了 好不好 要來開車壓這一顆了 這一個任務呢 就給小弟弟我來 然後硬碟 硬碟保重 等一下再回來找你喔 掰掰 現在呢 我們要先把硬碟擺在這邊 好不好 因為前輪的位置 應該是比較重一點啦 我把它擺在這裡好了 有點恐怖欸 從來沒做過這種實驗 要好好的存活啊 好 有一點刺激 好不好 現在看一下 應該可以吧 直接開囉 確定 確定 真的要開了喔 真的要開了啦 確定 我覺得他會壞欸 哇靠 哇 太壞了 哇 哇 有沒有怎麼樣啊 好像只有變髒而已 目前的感覺是這樣啦 不過不知道怎麼樣 我們再來第二次好了 應該可以吧 看來應該是沒問題吧 好 現在要來壓第二次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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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知道有沒有怎麼樣欸 我卡 我是不管他硬碟有沒有壞 不過你的車也該洗了吧 欸還好吧 還好吧 好 先來看一下 好不好 現在這個是被壓過的痕跡 好像只有比較髒一點而已 沒有看出什麼異樣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資料到底有沒有存活在裡面 現在呢 先來去撿回我們剛才放下去的硬碟 他現在還在水裡面 泡子的硬碟 現在在那邊 下面 好不好 建福搭帶已經下去了 我們趕快下去好了 哇 阿民 阿民 阿民你怎麼在這 早就跟你說過 不要來河邊玩水了 今天來到的居然是一個冷冰冰的 趕快送醫搶救 醫生一生 趕快幫我們搶救 看看我們的封面罩 到底還是不是存活著 馬上來去試試看 到底裡面的封面罩呢 還沒夠安然存在 濕露露的 欸這個如果沒有蓋緊 好像就會進水 所以要小心一點 馬上GOGO 其實有點緊張喔 因為它有點灰頭土臉的感覺 沒關係 我們先把它接上去好了 馬上用筆電來看一下 資料是否存活 好 欸 有欸 有欸 哇 太厲害太厲害了 我們的封面罩一坦在裡面 太棒了 起碼有一個封面罩可以使用的 HD830喔 安全安全 再來是第二顆喔 第二顆其實比較刺激一點 因為它現在還蠻濕的 直接打開來不知道會不會進水 沒關係 我們為了挑戰的精神 還是要把它打開 等一下 先去拿個衛生紙洗一下好了 稍等一下喔 先用衛生紙稍微吸一下水好了 起碼不要讓這裡太濕了 我們把它稍微吸一下 然後呢 開蓋 啊 完了 怎麼好像有點進水的感覺啊 不管它 我們馬上有實驗的精神 好 到底行不行 喂 真的可以耶 哇 我們的封面罩 封面罩居然兩組都把它留下來了 真的太厲害了 這個真的太厲害了 第一次拿硬碟去泡水 阿民終於回來啦 阿民回來了 阿民回來 不是啦 兩個猛將回來了 兩個猛將回來了 好不好 在昨天的強力測試之下 終於見證到金龜硬碟的厲害喔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在做影像的部分 它的空間都還蠻大的 隨便錄一個毛片起來 動輒十幾二十G以上 這個都是很基本的 甚至有時候呢 錄了比較長一點的片段啊 五六十G 都是非常的基本 其實目前為止用起來 還是這種外接式硬碟喔 它的CP值算是最大的 畢竟它的價格跟它的容量比起來 真的算是非常的便宜的一種儲存的工具 這次呢 測試到這兩顆啦 真的是蠻厲害的 一顆被車子壓了嘛 另外一個呢 是丟去泡水 雖然這兩顆都是均貴一點喔 不過現在還是要就他們兩個的一點點小小差異性 來補充一下說明啦 首先是這顆 HD830的部分呢 它的抗衰弱高度喔 是在1.22公尺 另外這顆 HD710 Pro喔 它的抗衰弱高度就高達1.5公尺 那麼以防身的等級來說呢 HD830就比較厲害一點的 它可以在兩公尺深的地方待兩個小時 HD710 Pro呢 它可以在兩公尺深的地方呢 也可以待到長達一個小時的時間喔 昨天其實它大概才泡了2-30分鐘而已吧 算是有點太便宜它了 所以我們在用的時候呢 就是翻開來把它先插進去 這樣就可以用了 平時要來攜帶這顆硬碟的時候呢 就可以把防水蓋給蓋緊蓋好 這樣子呢 就可以達到防水防塵又防塞的功能喔 當然這顆還多了一個耐中壓的功能啊 這次呢 也非常感謝廠商大大呢 寄了這兩顆硬碟給 Roka來做一個小小的測試 總算是對這兩顆硬碟的實際功能 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喔 最後呢 就是下方的說明欄裡面 應該會附上這兩顆硬碟的詳細說明網址喔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看看 當然這個硬碟喔 都還有分上非常多種不同的容量 可以來做選擇 如果真的喜歡的可以自己去參考看看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的 記得在下面點擊喜歡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Roka 我們下次見 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